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回心标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上圣身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各位唯心圣教 任寅年 公至阿弥陀佛佛誕誕 护国息灾 九九大法会坛上 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陵 中华民族 九百一十八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陵 中华民族秦朝实习东渡日本 徐辅真人建国以来 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陵 中华山主持有后裔北裔韩国 环雄天皇以来 两百零二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陵 继中华民族五千年来 改朝换代 所发生战争三七六二次 大小战争 皇属居民怨灵 及世界各国 大小战争八百一十六次 皇属居民怨灵 及当下 各府堂上列祖列宗朱祖陵 各位的各人礼节冤心在族 往生未满一年的诸位菩萨 和各府堂上 五元祝宿英灵 及各府地基主 和公堂地基主 和双法界 三界万灵 众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日今时 十月十九日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 观世音菩萨 的天威汉慈悲 而观世音菩萨 的历史 从无量节以来 观世音菩萨都在沙佛世界 在地球构地 神通力 视线 视线 显化 神通力 而只是我们 忽略了 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德 他的慈悲 所以观世音菩萨 在地球上 无论你现在是哪一个国家 地球上215个国家 都有观世音菩萨 他都天威 在各国守护的人民的平安 安慰 所以历史以来 有人就有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德 无论上山下海 世龙公商百业 观世音菩萨的威德 无所不及 在观世音菩萨 才会 有这么多人的信奉 尊敬 至于观世音菩萨 在哪里你可以看到 处处皆在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不分王后将相 犯夫走足的身边 和家中 都有观世音菩萨 的神迹 在守护的地球 守护的人类 的安慰 摔摔 摔在2650年前 释迦摩摩尼佛祝 所以观世音菩萨 普魂品 流传在世间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威德 人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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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禅节的 今天我们要禅节的 就观世音菩萨 观音送子的禅积密 观音送子 从我学习行道以来 四十多年 凡有尽重大德 要求此 我的 以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德 分享给 各位熟王善见大道 尤其今天我们的 摄影导播师 王佩荀 贤士 他的妈妈 在当时我医药社 他就来求王产老祖 说他要求一个孙子 所以每天 自己一个人从 摊子 做车子 转到 警求院 那时候 我用益经 用益 占卜 告诉他 那 你的孙子 在住家的南方 他说 你去那边去求观音就好了 就会 生出了 你喜欢有缘又聪明又可爱又健康的 他 南孙子 他告诉我说 老师啊 我住下的南方 我住下的南方 刚好 是 谭子观音亭 很明 那就对了 你的孙子的缘分 在观音亭那边等你 赶快去 就很高兴的 就回去了 他就去观音亭 去那边拜观音 因为观音亭的观音 是谭子地区 非常神为显赫的 大菩萨 所以 王老菩萨 他就到观音亭 去求观音亭菩萨 向观音亭菩萨 拔杯 说我的孙子 是不是在 观音亭在这里 等我 那是拔的三杯 很高兴回去咯 告诉 儿子和徐妇 我们家里 男孩子 很快就会来 观音亭菩萨 他带了 他带了 他家的 下一代 所以回去 没有多久 就 怀孕了 他 他怀孕之后 他又到 到精修院来 我用意普挂 结果 结果这一位菩萨 是男生 没有错 而且这个男生 智慧很高 而且很好 很好带 好戚好 PF 好聪明 所以一年后 这个孙子出生了 儿子是我们现在基金会的董事王典坛 很感恩王典老祖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为他带一位聪明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孩子 一天一天的长大 直到大学研究所毕业 他特别对于动物 尤其蟑螂 他的眼睛为什么晚上那么亮 没有灯光他都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一位小孙子 读在大学研究所 发表了 对于蟑螂 他的视觉眼睛 发表了一篇报告 让 新闻 报导 这个孩子 毕业之后 一路 一步一脚运 在某一家公司 把旧职上班 在这个局势观世音菩萨 把他的威德 这就是观音送子的残疾 所以我勉务勵 构介 你们会做阿公 做阿嬷 一定要鼓励孩子 媳妇 多念观世音菩萨的明圣号 观世菩萨 就会 与你合一 记得送 你所要的小朋友 到你家里来与你做伴 而且很孝顺 又聪明 又有福气 所以今天 开头 我将这个观世菩萨 送子之禅 讲给各位同学们 大家理解 观世菩萨 处处处决在 无所不在 有求必应 只要你有这个善良心 是悲心 是悲心 和有爱心 你所求 接着满怨 希望各位同学们 尤其是 尤其今天 我们由 秀水太极道场 原料法师 带领所有法工 一大早 一大早 来到 来到 宣佛寺 来这里 打栽 供佛 供养 列祖 列宗 祖祖 你们的慈悲 你们的爱心 观世菩萨 一定会 四五个位 保佑各位 心想事成 保佑各位 智慧 聪明 保佑各位 一家和乐圆满 所以 多 念观世菩萨的圣号 又不要本钱 轻而易举 但是要有心 要有善良的心 学观世菩萨的慈悲 和洗手 这样的话 都能够瞒你们的愿 所以我们在台湾 构地 寺庙 樊 樊 供奉 观世音菩萨的 庙宇 上面都挂了一个牌子 就有求必应 这集是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头 也是观世音菩萨 就慈悲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无论 任何一尊神 要成就 更高的境界 这时候 你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的慈悲 有求必应 这样各位 同修们 家家户户 有 竹子孙孙 有求必应 那家家户户 一定 和乐 融融 家家户户 一定 圆满 聪明 这是 观世音菩萨 的禅机密 那今天 我特地为各位 说明了 观世音菩萨 观音送旨 的禅机密 你听到吗 我们要修 都行 都很简单 学习观世音菩萨 他的慈悲 和洗手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的味道 观世音菩萨 的再度化身了啦 回想 我还没有生病以前 一个阴远 我到 苗栗 东四进区 的山区 要测量 经过 两个 大转弯的山区 我的车子 突然间失灵 下去 一百多公尺的 断崖 上线又是山 几乎没有地方 可逃 突然间 我一个灵感来了 我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结果车子撞到山癌的墙壁 翻转过来 接下去 就是断癌 刚好车子 竖起来 很恐怖 那时候也下不来 进也不行 退也不行 一个人 现在 车子里面 刚好 那个地方 是原志民 的山区 所以原志民 他跟我说 你表演得很好 我说 拜托你帮我翻下来 好不好 他 才不管 在那边 在笑 我只有 赶快再练 一直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一直练观世音菩萨 练到我睡着了 车子 回来了 又吻下来 那些原志民 才拍手 说你表演得很好 事实上 就是观世音菩萨 开始在 度我要 休闲 祝贵 各位 各位 为心闲事起 各位 善事起 各位善善知识 我佛我慈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王产老祖慈悲 自从四十年前 我一场大病 由观世音菩萨 接引我 修行 观世音菩萨 他开始了一句名言 求真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要念佛 圣号 所以我 依照观世音菩萨的开示 就一起念佛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日日夜夜 时时刻刻 都在练拿摩阿弥陀佛 因为我的肾脏 微缩 肾脏病坏了 所以求一无效 到最后来 求观世音菩萨 救度 观世音菩萨 开始要我练佛 所以我无路可逃 无依可求 我就一直念 拉摩阿弥陀佛 拉摩阿弥陀佛 过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 我也到台湾祖师 的庙 在那边在求 台湾祖师 刚好 台湾祖师的孙女 谢老师 观世音菩萨 降到他身上来 开始开口 告诉我说 你一直求 求不到 你就把 观世音菩萨的 心身 守在仓库里面 位置中 做顾虑无关 你为什么这样 把责任推给观世音菩萨 但是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说 没有关系 只要好好 依法修行 好好练 信佛 回去把观世音菩萨 他的法相 这么大的 金身 把他请出来 重新再拜 借着观世音菩萨 借着谢老师的口说 你把观世音菩萨 你把观世音菩萨 请到五楼上去 给他建阳光 给他建阳光 三天三月 晚上 甘露 来洗净 白天 太阳 阳光来普照 三天三天菩萨 你把观世音菩萨 你把观世音菩萨 用布包起来 请到你的佛堂 把布打开来 红布 用寿金 三白 把它划去 重新拜 重新拜 这样就可以了 我心在想 观世音菩萨 你不会责怪我吗 那谢老师 观世音菩萨借他的口 我不会责怪你 我吓了一跳 他怎么知道我在想这样 因为你是无赢 无知 不懂事 不懂得修行的真实意 所以不会怪你 只要你好好 再加拜 时时刻刻 念阿弥陀佛 因为观世音菩萨 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护法 左边是观音 右边是大四字 所以观音就先来地球上 要度有缘人 所以要我好好练佛 阿弥陀佛 所以我一直练一直练 练到 七十一年的六月十九日 在台湾祖宗殿的三宝火前 在那边学打坐 一直练阿弥陀佛 练到没有练而无练 自己感觉 一道光从我的头顶降到我的心中来 我心中 看到一尊像这样的王产老祖的 我就开始哭了 哭了之后 观世音菩萨来了 你找到家就好了 好好修行 这一生你有天命 有任务 要修行 我也不懂 有什么天命 有什么任务 我只知道 我的身体 一天一天的衰退 肾脏萎缩了 病痛 一直在折磨 所以从那时候 王产老祖 降到我的心中来 和我走同样的方向 开始 口中 难难自语 讲的话我也听不懂 自己讲的话 自己听不懂 就一直 到了7月 23日要开启蓝天 开蓝天门 我一路走来 在仅尊观世音菩萨的指示 王产老子的威德 九大菩萨的威德 还是恋恋不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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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开天回来之后 我的病好了 也不痛 到现在整整40年 40年之间 一步一脚印 就走过时空 王产老祖 要我学习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力 我不敢忘求神通力 我只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在72年的1月15日 观世音菩萨指示我 要开始 要开始 宏华 立身 以阿弥陀佛 的威德力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王产老祖的 智慧 来与 十方大众 来接吟 来慧心 慧佛 慧菩萨 慧祖灵 到现在 整整40年 走过去了 未来的路 将要怎么走 我也不敢说 要怎么走 只有记住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要取却 众生的痛苦 然后 师会与众生 幸福 这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今天我也希望 微信地址 学习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和洗手 慈悲 洗手 就是阿弥陀佛的 化身 所以 大家要学习 要修行 要先从 慈悲 洗手 开始 这么多年来 我遇到 各种众生的 百态 无所不由 尤其 当有众生 要求子 求女 的时候 我都本着 王产老祖 开始 学 学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为他祷告 为他祈福 为众生 祈福 慈悲 以洗手 这样的话 就是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 圣孙 化身 和化身 我终于明白了 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德 无所不邦 无所不在 处处皆在阿 这极是 中华民族 五千年来 修成正国 的观世音菩萨 他的上圣心法 今天 我们久久 法会 把各位 都是观世音菩萨 都化身 都是慈悲 和洗手 把你们的用心 来为 谈上 列祖列宗 朱祖灵 来供佛 供花 供国 栋窄窄窜 这极是 慈悲 洗手 把你们 有所求 一定可以 埋怨 只要 各位 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 慈悲 心 绝对 能够 埋怨 他曾经 一位 银行家 他的儿子 已经 二十三 四岁了 他想要 再生 一个 女儿 就到 精修院 来求 王产 老祖 我跟这一位 经理说 你拜 观世音 菩萨 就好了 王产 老祖 只是 一位 导师 指点你 怎么样去 落实 你的 愿望 和 守 求 我跟他说 你每天 拜 观世音 菩萨 都一朵 白色的菊花 那要求 哪人 就白菊花 要求 女 用 红菊花 来 共观世音 菩萨 他说 小小 一朵花 那不会太 寒酸吗 我说 不会 你 心 到了 就 好 所以 我 他说 我回去 要求 女 所以 就是去每天 去果菜市场 买一朵 红菊花 来供在观世音菩萨 前面 将近一个月左右 他怀孕了 晚上 他梦到 他家里前面 一群小女生 很高兴地进出他的家中 因为他怀孕了 就来告诉我说 叔叔啊 他怎么梦见 这一群小女生 那就对了 观音 送子 送女儿到你家里来 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 他生出来了之后 一年的观音像 很可爱 又看了很聪明 因为两夫妻 都是银行家 有时候 会为了 客户的问题 夫妻会吵架 而小女生 一旦会讲话了 他就想说 你们世间人 很丢脸 这个有什么可以吵的 哦 我夫妻早就不敢 玩怕 小孩子在听到 有一天 就门关起来 到里面吵 这小女生 爬到门前 叩叩叩 不要关起来啦 啊你 有什么好吵的 讲开来就好了 你们世间人 就是这么的 啊愚痴 心放不开来 从此之后 啊这个小女生 啊就在没有管他家的事情了 夫妻 啊 觉悟了 一家佛洛总统 啊有一天 我在讲这个故事 真实相 啊他的女儿 他在美国读书了 打电话回来 给他的爸爸妈妈 说叔父 在讲我 跟你们的关系 啊所以 这里一对夫妻 特地到先佛寺来 拜老祖 拜官英 而这一次 关英 度了他们夫妻 度了他们全家 所以 所以对夫妻 还很慈悲的 有一天 问我说 书妻 啊我家在头片坑山上 有一个宝地 啊你要盖庙 可以到我那里来盖好了 啊我就请示老祖 老祖说 开始了 那地格局 太小 啊不适合 盖庙 所以先佛寺 我就没有去那边 盖先佛寺 而到现在的 残疾山 先佛寺 所以每件事情 天意 早有安排啊 啊所以老祖 开始我们 这个先佛寺的宝地 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在这里 啊等到 我来到 先佛寺的这块宝地 啊一步一脚印的建设 观世音菩萨 时时刻刻 啊都在 叮咛我 一定 不能破坏环境 一定要把它盖的 庄严 地理不要破坏 啊不必 花很多钱 啊只要 众生来到这里 心生 伏喜 平安 啊 既得 幸福 和光明 这就是 道场的真实意啊 所以今天 我将观世音菩萨 啊 他的威德 无所不包 千变万化 无所不在 无所不由 死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家中 啊 所以今天 为各位残疾 观世音菩萨 啊 他的 增产奥益啊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